在丹东市看守所里,我们见到了嫌疑人温茂,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,在谈到为何要舍尽求援,来到丹东作案时,他的理由让人匪夷所思。 去到油钱,去到过路费,温某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,这时朋友又打了电话,催促他回去谈清理建筑残土的事。 温某说,此时他已经有了要自己抢劫的念头,因为自己当时悬挂的辽埃的车牌本身就是偷来的,所以他一看王先生的车刚好停在路边,就顺手给偷了下来。 温某做梦都没想到,警方会这么快就找到他,看到手上冰凉的手铐,温某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。